好 再來看到台股今天一早呢 在台積電的帶領之下 指數是重返了2萬點的關卡 截至10點半台股最高是來到了 20125點 大漲超過330點 台積電也是一口氣上漲了22元 來到了780元價位 主要是美國聯準會的最新利率會議 維持今年三次降息的預期 這個讓美債殖利率走低 激勵了美股大漲 但是我們來看到股票生計大廠啊 信輝集團子公司呢 信國新友 在2022年4月期間 連續發布了重大訊息的時候 同時擔任兩家公司的董事長李志文 以及他的子女 涉嫌將訊息是洩漏給了親友 買進買出自家的股票 讓獲得這些訊息的親友們都獲利 避損數呢是10萬元 檢調在昨天發動了搜索約談 在今天以涉犯的證券交易法 內線交易罪預令150萬元交保 台南新營有一位女子 他夾接要買東西的名義到了一間廚具店裡 並且跟店員表示說可以提供看 首相運勢的服務 沒想到看完之後呢 他竟然是要求要給紅包 不過店員馬上要跟同事來求救了 那女子最後是沒有拿到紅包自行離開 白茂女子從容走進儲居店內 店員上前接待 一陣對話之後 女子拉起店員的手邊觀看邊筆劃許久 沒有想到接下來卻說剛剛是幫忙看首相 要求店員給紅包 他說他有看首相啊 就突然把你的手拿起來看 然後就隨便問說 你有想要知道什麼事情這樣子 回答他然後他就開始講之後 後來他就突然說 因為這樣子的人有問他事情 然後需要有個紅 備用紅包店員傻眼 趕緊去和同事求救 這起發生在台南新的看首相事件 根據店員說法 這名女子還自稱是救國團的老師 就說他有在救國團教那個指揮抖術那種 他不是我們的老師 向上承包啦 組長他們有介入去了解 最後戴帽女子沒有拿到紅包 就先自行離開 但是整起事件已經引起警方關注 本局派員前往了解 該女子經店員拒絕後隨即離開 店家並沒有任何的財困 本分局能將調查釐清相關事證 若有違法的情勢 將依法就辦 用買東西當作藉口 卻趁機幫看首相要求打謝 警方提醒民眾一定要多加留意 別不小心中惹劑 這張革命 陳一真 泰民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約到了 作詞曲什錶 誤觸武器 不做合 詞曲什錶 音樂 詞曲足音樂 這個 詞曲和字幕 始曲